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一些法律上面的基本的那个知识 那一下我就开始就是比较针对的是就是 我知道病友的大概刚刚有了解了一下 跟以前看了就是一些电影啊 或者是像一些名人的情形 大概了解了就是病友的状态 有特别针对病友可能会遭遇的情形 然后我们就去说明一下法律上面的一些规定 跟现在实务上已经发生了一些相关的事例 那首先就是我们了解就是说那个病友啊 他原则上就是说他的所有的那个思想跟所有的意识 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可能无法清楚的对外表达自己的意思 就是也很难也许也很难用写的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表达 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 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 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需要 跟别人形成一个法律关系 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买卖契约 那基于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具有 就是法律能力的 那所以在我们的民法的规定呢 其实针对未满20岁的状况之下的人 他要去做一些法律行为 比如说他要去跟人家签契约 他要去当人家的公读生 他要去买一台机车 这种情形之下 其实法律就有规定 就是说七岁以下的人呢 他要有那个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 第一张PowerPoint 这样他们看得到 OK 好 那法律其实在我们的民法第76条 他就有规定 七岁以下是由法定代理人 代为意思表示 并代受意思表示 那七岁以上的人 就要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 一般而言 法定代理人指的就是父母 那这种情形呢 因为我刚刚跟协会这边了解 其实发病的就是病友 可能都是在成年以后为多 所以我想如果是发病在20岁以下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子的病友 还是可以跟这个社会呢 有日常生活发生法律关系的时候呢 是可以透过爸爸妈妈的表达意思 或者是受理意思 然后或者是呢 7岁以上呢是在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 这样子还是可以跟别人去缔结契约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20岁以上的时候呢 法律直接有规定可以当代理人的就是夫妻 那但是它是仅限于夫妻于日常加入的时候 其实是互为代理人 也就是说夫或者是妻对于另外一方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形可能会发生的法律关系 比如说雇人来修修散家里的冷气啊 或者是我出去买一个电视机啊 我都可以代表我的太太或者是我的先生直接去跟别人缔结这样子的契约 那特别会讲到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呢 当时在法院的那个裁判系统里面呢就有看到一个案子 也是就是像病友的这个状况 我当时看到这个案子呢是有一个病友呢 他当时住进去一家医院 然后呢他的先生呢后来呢就知道就是说 他会决定让他住到这间医院呢 是因为这间医院有一个计划 就是他特别针对见动人 见动人的这种情形有特别规划了一个特殊特殊病房的计划 所以他就觉得那这样子这样的环境很适合 那他所以他先住进去的时候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是住在就是比较便宜的病房 然后后来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呢 护士就问他要不要转移到这样子的特殊病房去 那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对他的太太而言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就转到了就是为见动人特别设计规划的特殊病房 那事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病房的费用呢 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增加 那我看我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最后的那个病房费用是高达两三百万 那他都没有支付 所以医院就对他们他们提告 那最后法院是认为就是说 虽然那个病友本身并没有 并没有并没有直接表达他要住这个 或他不要住这个 但是呢这个是属于他日常生活 可能会必须用到的这个病床的状况 所以他认为的他的先生呢既然已经同意了 就表示他本人也同意 所以这笔费用他们还是必须要负担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 在病友如果是一般情形 虽然本人他并没有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不要怎么样或什么样 当先生带他去做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可能 可能啦 没有办法说一定是因为呢 这个法条只限于日常家务 那到底日常家务呢 包含到什么范围呢 其实每个案子都会看法官的想法 而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原则上呢 至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人的食衣住行 或者是必须用到的或者是需求的上面法院 通常都会认为这才是属于日常家务的一部分 好 那这个是在平常的时候呢 发病之后呢 我要为意思表示的时候呢 法条有这样子的补充规定 那还有一种情形呢 是我们就直接去宣告监护 也就是说当我病友可能有一定的状况之后呢 他觉得就是说可能有有一个人来帮我决定生活上的一切事物 或者是法律上的一切事物 会对他来说比较妥当适当的话 这个时候呢 也有一个制度叫做监护的宣告 那监护的宣告也不是说我们想申请就申请 监护的宣告呢 是他的要件是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那其实我在看这个法条的时候 其实我曾经有一度觉得就是说 既然并有 其实他的精神意识 其实都是十分的清楚的状况之下 究竟他可不可以符合这个要件呢 我是觉得我相当的觉得 也许是个疑问 因为他都表示是说心智缺陷精神障碍 可是并没有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精神障碍 也没有任何的心智缺陷 都是非常的健全的状况之下 可以符合这个要件嘛 那后来我去找了一下 法院的一些实物见解 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是解释就是说 因为已经病友呢 如果是见动人的状况之下呢 因为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清楚的表示他的意思 就是说虽然他心里想的是 是有一个想法 但是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出来 或者是接受别人的别人的意见之后 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他的意思 所以他所以法院呢 就认为就是说可以符合这个要件 所以可以申请监护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是在是在病友的状况之下 我目前看到法院呢 都是可以准予做监护的宣告 那谁去申请呢 就是病友本人 可以 好 病友的太太先生 可以 或者是四等亲内的亲属 好 有些呢 甚至是主管机关 福利机构 或者是事实上居住 一年之之内呢 有一同居住事实的亲属 这些也都可以 好 所以可以申请的人很多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病友本人去申请 好 因为我看到食物 食物上面的案例呢 蛮多是配偶去做申请的 好 好 那再来呢 最后会选谁当监护人呢 当然是由法院 法院他审作一切的一切的状况 他去决定由谁来担任对这个病友呢 或者是受捐护人的利益是最优的 然后所以他就就可以去最后去选任这个人 所以呢 其实这样的案件呢 不是说我第一个申请到法院 然后法院就直接帮我选好一个人就结束了 通常呢 这种情形呢 法院会开庭的 那法院呢 会开庭会询问相关人的意见 然后再来他可能也会请社工 或者是一些社服 社服单位去做一些访谈 那他了解就是说 到底在宣告之前呢 病友的生活状况是谁在照顾的 然后呢 过去的互动如何 然后并有本人的意愿 到底是希望谁当他的监护人 这些呢原来上法官呢都应该是要考量这些因素 最后呢以一个对病友本人呢 最好的利益去帮他选一个监护人 当然多数的情况看起来都是由配偶来担任监护人 但是也有看到案例是说可能过去的关系已经不目了 那就是配偶他还是想要申请监护宣告 但是最后法院认为就是说 其实配偶可能已经跟这个本人呢 已经有厉害冲突的状况 而未必会按照对他最好的利益 去帮他行使监护权 所以呢反而是判给了跟 最近一段时间呢 跟病友同住 然后照顾病友的人担任监护人 那也是有这样子的案例的 那所以呢监护人呢就是的范围 当然也不是说随便随便的一个人 或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都可以被选任 法律呢还是有限定一定的范围 就是法院他会一职权就配偶或四等亲类的亲属 或者是最近一年有同居适时的其他亲属 主管机关或福利单位或其他适当的人选 选一个人或者是数个人担任监护人 并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策的人 所以呢如果法院呢今天呢他同意了一个人的申请 为一个人呢选定监护人的时候呢 他不只可以选一个他可能选两个或三个 他觉得这些人一起帮他行使监护权 对他的利益会最优所以他不见得只要一个人 他也许两个人然后呢再来呢受监护的人呢就会变成无行为能力的人 所谓无行为的能力的人就是你自就是自己本人呢就不能呢跟别人的地结一定的法律关系 就说你今天去你今天去就像七岁以下的人你今天呢不能自己跑去外面的去买去跟人家签一个合约 说我要买一台机车不行一定要有你的法定代理人 然后你的监护人去帮你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的法律 这样的契约才叫做有效成立 那所以呢法条就是有直接规定就是说今天一旦受监护宣告的人就是无行为能力人 那监护人就是属于你的法定代理人 就是说我们所有民法上面关于就是无行为能力人 他的法律效果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表示意思代受意思表示的这些规定都适用在受监护人的身上 那原则上的如果监护呢就是说这个上面没有写 就是说如果监护人呢他的行使他行使他监护的这个状况呢可能有就是有害于本人的 权益比如说今天选了他 只有后来发现他没有充分的维护这个本人的权益的状况之下 可不可以再改呢可以 也一样申请人就是由这些人可以去申请 申请法院再改定 所以不是说一旦一选上了就没有的机会再去变更 是有的就是但是这个也还是要透过申请的程序 继续我们看到就是说 不论是任何人然后所以其实对于继承的这件事情 都是都是都是会遭遇到的都是会面临到的 不论是继承其他继承其他清楚的财产 或者是自己的财产呢在百年之后呢会被别人继承 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对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并且重要的 那原则上呢那我们的继承呢如果没有立特别立遗嘱的话呢 那按照法律是怎么样的继承方式呢 原则上呢我们的继承人呢就是配偶一定是有的 那配偶呢怎么配偶怎么继承呢如果有小孩 有小孩就是配偶跟小孩一起继承 那如果如果没有小孩那就是配偶跟爸爸妈妈一起继承 那如果爸爸妈妈也都离开了那就是配偶跟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那再来就是如果兄弟姐妹也没有了那就是配偶跟祖父母一起继承 如果这个顺序继承人的顺序明法1138条 这个顺序1234都没有了那就是配偶单独继承 所以呢这个明法1138条虽然规定了四个顺序都看不到配偶 但是实际上呢配偶我们可以看到明法1144条就已经规定了 配偶呢都是跟每一个顺序的继承人他都是一起继承 但是虽然是一起继承但是财产要怎么分呢 假如配偶呢他是跟第一顺位的就是所谓的小孩子 就是生的小孩一起继承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小孩生两个 然后配偶一个那就是一人三分之一 小孩三个加配偶四个就是一人四分之一 那假如呢没有小孩那就是配偶要跟父母一起继承 这个时候呢配偶可以拿比较多配偶呢就是拿先拿走一半 然后呢父母呢父母可能两个人都在 那父母呢就在一人拿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父母就一人拿四分之一 那再来呢如果父母也不在了 是配偶跟兄弟姐妹就是过世的这个人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呢 他怎么分呢跟刚刚父母的分法是一样的 配偶一样先拿走二分之一 剩下的二分之一就让所有的兄弟姐妹分二分之一 那如果兄弟姐妹有五个人的话 那就是五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一人拿十分之一 也就是配偶的二分之一不会受到影响 那其他的人的人数呢 他们就是一同均分这个二分之一 再来如果就是没有小孩父母也不在了 兄弟姐妹也没有 那就是配偶跟祖父母一起继承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配偶拿更多 配偶就可以先拿走三分之二 那祖父母呢两个人呢再去分这个三分之一 祖父母如果都在的话呢 就是三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人拿六分之一 那祖父母如果只剩一个人的话 就那个人拿走三分之一 那原则上如果我们再没有特别写遗嘱 把自己的财产呢怎么分配的状况之下呢 法条呢就归就帮你规定 就是以你的你的财产就是这样分 由谁分怎么分几分之几 法条就是这样子规定 好 那假如呢你不希望按照呢 法条规定的方式去去去将你的财产呢 留给后人的话呢 那你就要写遗嘱 好 那遗嘱呢 为什么为什么写遗嘱可以分配自己的财产 原则上法律还是尊重每个人 他自己可以处分自己的财产 他喜欢怎么处分 想要怎么处分 他就可以怎么处分 所以立遗嘱呢最主要呢 就是说你自己的财产可以自己处分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定的限度 就是说你立遗嘱虽然你可以决定怎么分 但是法条还是有对 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1138条跟配偶的继承的权利呢 他还是有一定的限度 也就是说你立的遗嘱也不能侵害到他们最低限度的保障 最低限度的保障呢 我们等一下会讲 好 那我们先讲立遗嘱的方式 立遗嘱的方式呢 其实法条呢 在明法1189条呢 有五种方式 第一个叫自书遗嘱 第二个叫公正遗嘱 第三个叫密封遗嘱 第四个叫代笔遗嘱 第五个叫做口受遗嘱 但是 参酌就是病友的状况 也就是说病友是 就是 意思能力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可能用写的 用说的 可能都是 不是这么样的 自如的状况之下呢 我判断如果要写遗嘱的方式的话 可能是比较可能透过密封遗嘱或者是代笔遗嘱的可能性 那什么叫做密封遗嘱呢 就是在遗嘱上 原则上还是要至少能够签名的 签名之后呢 就把它密封 而且在密封处还要签名 然后有两个见证人 把这个遗嘱向公正人提出 那至少病友还是要能够表达说 这个是我的遗嘱 然后呢 里面的内容呢 可以不用自己写 可是呢 如果不是自己写的时候 就是别人帮你写的时候呢 你呢 至少呢 要就是要 陈述就是说 到底写的人 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那让公正人在封面呢 记名这个遗嘱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提出的 然后还有遗嘱人 他到底陈述了哪些内容 还有由遗嘱人跟见证人在一起签名的状况之下呢 这也是一种有效的遗嘱方式 简而言之就是说 我们的内容可以请别人帮我们写 帮我们散打 散写 然后呢 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签名 然后并且跟那个 那个公正人可以表达 这个是我的遗嘱 然后我是请谁帮我写的 那再来一种方式是代笔遗嘱 代笔遗嘱呢 就是说 我立遗嘱的人呢 我指定三个以上的见证人 然后由遗嘱人呢 就是说明他的遗嘱的意志 然后其中一个 由一个 其中有一个见证人呢 他去笔记 宣读 讲解 然后他就说 我比如说我本人想说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样 我简单的表达 那这一个其中一个见证人 他就重复一次就说 你的意思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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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然后我们遗嘱的人 可能点头 示意点头 或者是表示认可的意思之后呢 在记名年月日 及代笔人的姓名 由见证人全体跟遗嘱人都要签名 那但是遗嘱如果不能签名的话 可以按止意 所以有可能的方式 我是觉得 或许代笔遗嘱也是一个可能性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讲 我表达 我到底是什么意 我的财产要怎么分 然后呢 其中一个鉴定人 再跟你确认 你的意思是A 是B 是C吗 然后你点点头 或者是你表示 OK的意思之后 他就帮你记下来 然后最后大家再全部一起签名 或者是 如果不能签名的话 你甚至可以用按指印的代替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 所以呢 这以上呢 就是 现行民法上面 对于立遗嘱要求的方式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以为 遗嘱不是就是自己写一写 就是遗嘱了 但是其实呢 如果当有人有真 就是通常我们这个理解呢 都是基于其实 一般 可能传统的家庭呢 也许都是比较尊重过世的人的意愿 所以当他真的有写一个遗嘱 并且写清楚他对于后世的情形 要怎么安排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 其实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 那如果一旦有人不服气这个遗嘱的内容 而到法院提起诉讼的话 原则上就是要符合我刚刚说的这个遗嘱的要件 否则法院可能就会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有效的遗嘱 而不承认这个遗嘱的内容 最后又会回到法条的规定去分配你的你的财产 那所以呢 如果本来就是希望预作安排 然后避免将来的纠纷的话 当然我们如果可以做的话 就是尽可能按照法条规定的遗嘱方式去写我们的遗嘱 好 那再来呢 我就要继续说明 就是说 虽然我们针对我们的财产呢 民法上面呢 是同意大家可以自己立遗嘱去去去分配去规划自己的财产 该给谁该给谁 但是法条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让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 剥夺某程度遗产可能是为了要照顾我们后代遗嘱的这样子的概念 那第一个限制就是说无行为能力人 民法1186条 它是有规定说无行为能力人不得为不得为遗嘱 那限制行为能力人呢 就不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允许 是可以为遗嘱的 但是未满16岁的人不能为遗嘱 好 所以第一个没有没有满16岁的人不能写遗嘱 然后再来呢 限制行为能力人呢 就是指的是七岁 七岁 限制行为能力人 虽然法条有规定是七岁以上 然后20岁以下这个区间 那因为16岁以下根本不行 那所以现在这样子就只剩下20岁到17岁 所谓限制行为能力人 不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允许是可以的 但是无行为能力人不得为遗嘱 那也就是说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被收到监护的宣告的话 原来上呢是不能为不能写遗嘱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依据民法的规定啊 如果你收到监护的宣告的话呢 就会变成无行为能力人 那无行为能力的人的状况之下呢 就是没有办法写遗嘱的 好 再来呢 遗嘱的内容呢也不可以违反特留份 那特留份呢 这个这个目的呢 恐怕是为了保护就是 或是这个人他的后代遗嘱 也就是刚刚那些继承人呢 他的某程度的生活最低限度的保障 也就是说我的遗嘱呢 至少我的遗嘱不能写全部 比如说我的继承人 有三个小孩 一个太太 但是呢我就说 我的所有的财产都只给太太 或者是我所有的财产都只给A 这个小孩 大哥 不行 因为你这样就侵害了特留份 所以呢 法条还有一定的限度 就是说 我们的遗嘱可以自己分配 但是呢 就是说 直系写清 背清楚 也就是小孩的特留份呢 是阴记份的二分之一 比如说他原先呢 比如说总共有900万 身后有900万 那我们刚刚 比如说他有一个太太 然后两个小孩 那我们刚刚说 他们是一人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如果你要用遗嘱去调整的话呢 至少呢 小孩的部分呢 刚刚我们讲 一人三分之一之后呢 是300万 那他的特留份呢 就会是150万 所以就是他的阴记份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保障至少一半 他本来可以继承的一半 900万 一人分300万 但是你用遗嘱 把他特别给谁给谁的状况之下呢 其中一个人呢 就是小孩或者是小孩的部分呢 你不能 就是给他低于150万 好 再来父母的特留份呢 也是他的阴记份的二分之一 那我们其实刚刚有讲 其实父母的特留份本来就 就 就 就比较 就比较不多嘛 就是跟配偶的相比之下就比较不多 他是 他是配偶的 他配偶是拿二分之一 然后父母是拿二分之一 好 那二分之一 如果 如果 如果他们一人 两个父母都在的话 就是 一人拿四分之一 那一人拿四分之一呢 如果你要 剥夺他的继承的话呢 继承 你不要让他这么多继承财产的话 你至少要让他保留 四分之一的再二分之一 至少要留八分之一给他 好 那配偶的部分呢 配偶的部分也是原则上呢 要看他是跟谁继承 所以他的因继承原则上就是看他跟谁继承的那个比例 然后再除以二分之一 就是他至少不能剥夺他的部分 比如说配偶跟父母的话 假如三个人都在 那配偶因为是先拿走二分之一 先拿走二分之一 那他的因继承是二分之一 都不想给配偶 不行 你至少要留给他四分之一 好 所以 所以配偶的保护其实是蛮多的啦 好 那再来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呢 是为他因继承的三分之一 算法就跟我们刚刚的类似的说明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是看几个人 然后原则上他可以分配 有没有配偶 没有配偶 然后他本来可以分配的比例 然后再乘以三分之一 就是他的至少最低限度的保障 那主父母的特留份呢 也是三分之一 好 好 再来呢 这个部分好像原先一开始的时候呢 感觉大家问题比较多 那我可以说明一下这个历史的严格 以前呢 我们的法律 以前我们的民法规定是说 我继承之后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正向的 积极的 就是感觉好像有很多财产 当然也会有人过世的时候 有很多负债 那以前呢 以前的民法 它是规定就是当然继承 就是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呢 我呢 他原先在生前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债务 我都全部都要一起 一起继承 如果 如果我不要全部一起继承的话 我就要去办抛弃继承 我就要去办限定继承 而且一定要在继承开始后三个月 那因此造成了很多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很多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开始继承 然后就超过三个月 就发现他继承了超多的 超多的债务 那基于这样子呢 我们的 民法就有陆陆续续的 有一些 有一些改变 那最后呢 到了98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法条已经改变了 不像以前一样了 原则上呢 他还是 承受 就是继承还是承受一切的权利跟义务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 民法1148条新增加进去 我觉得对大家都是 很有 就是是很 是很正面的 就是说 我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债务 我最多最多好 我全部都继承了 但是全部都继承 我现在刚继承下来的时候 我以为我有500万 继承了500万的钱 但是后来才发现 哇 债主好多 全部都跑过来了 然后才发现 原先以为 以为债务只有100万 后来变200万 后来变300万 那付完 本来以为还可以有200万 没想到后来又跑了一个300万出来 其实我就根本不够 我继承人就根本不够 所以现在法条就直接告诉你说 我呢 对被继承人的债务 只以我继承的财产为限 负清偿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继承了500万 但是后来跑出来1000万的债务 不论如何 我就是只负这500万的责任 其他的就不用负责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任何的 任何像法院以前一样 像法院一样说 抛弃继承啊 或者是去申请那个限定继承 不需要了 现在法条就直接帮你规定 就是说你继承是继承一切权利义务 但是你要对债主负的责任 就以你继承的金额为限 那你可能会问啊 就说 可是我还是听到很多人 他最后债主就跑过来 还是会到法院起诉他 会来找他 会 还是会 把他婚姻在这里 并不表示没有纷争 所以呢 也许的状况是说 他今天只有500万 但是却有600万的债务 那所以你继承完了之后 你也都没有去半抛弃继承的状况之下呢 最后一个债主跑出来的时候就说 你怎么没有还我钱 你要还我钱啊 然后你就跟他说 可是我只有继承500万的钱 所以我现在根本不需要付你这笔钱 然后他当然就说 他当然不能 他当然不能认同啊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继承了多少的财产 所以他还可能 还是有可能会告你 那他告你之后 到了法院之后 法院就会去调查 你究竟继承了多少钱 那是不是这已经超出了你继承的范围的债务了 如果是的话 原则上法条就是这样子保护的 所以就不用再去负清偿责任了 OK 好 那原则上如果你还是觉得说 不 我觉得这样将来他还是有可能来告我 很麻烦 我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将来的债务有多多 那如果我现在 现在虽然法条是这样子原则性的规定就说 不论如何我就只付到这个程度为止 可是我还是很担心以后很多人来找我 那到时候我到时候一天到晚被告也觉得很烦 OK 我们还是可以抛弃继承 就是说我都不要了 我 我 他的 他的 他的存款 他的不动产 我也不要了 所以他的债务我也都不要了 可以的 可以在我们知道继承开始的三个月内呢 以书面 向法院表示继承 表示抛弃的继承 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我不想这么麻烦 将来到时候还有谁来找我 我要跟他解释很多 我干脆就抛弃继承 你以后来找我 我就跟他跟他说 我已经抛弃继承 你不要来找我 那那这样子也不会有后续的纷争 好 那原则上呢 大概 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针对一些继承跟监护的相关的民法上面的一些基本的规定 那我就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好 谢谢杨律师对以上法规的介绍 那么再提醒一下大家需要提问者可以先留言表达提问 再由主持人来邀请说话 或者是把问题留言再由主持人来代言发表 那目前我们先从就是支持会议之前先收集到的问题来对杨律师进行一些提问 那想请教杨律师的第一个问题是外籍配偶包含大陆的配偶在继承上的权益是否跟本籍配偶相同呢 好原则上呢 呃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大陆配偶的部分 对大陆配偶呢是我们的那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特别规定 他全名叫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那所以呢原则上如果没有特别规定的话 只要是中华民国级的配偶 原则上他应该就是适用民法的继承 那但是因为大陆配偶他就是有特别规定 所以就要按照特别规定 那大陆配偶的特别规定呢 是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67条的规定 他有提到就是说大陆地区的人民 为台湾地区人民的配偶的时候 他的继承呢 依下列规定办理 第一个 他继承的总额 他原则上因为 如果不是配偶的话 本来这条规定呢是有限制 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继承人关系 他是限制大陆的人 他在台湾继承的财产 不可以超过两百万 那他这条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如果你是大陆 你如果你是大陆籍 但是台湾人民的配偶的话 OK你可以超过两百万 OK的没问题 现金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是不动产的部分 要经许可长期居留者 才能够继承以不动产为标的的遗产 也就是说 如果是大陆配偶 没有经过许可长期居留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继承不动产的 好 那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法律呢 其实是有规定 是有对大陆配偶呢 有做额外的规定 那至于其他国籍的外国配偶 外国籍的配偶 到底有没有其他限制呢 原则上当然是要看各个条例 但是一个大原则就是说 原则上通常因为台 台湾的土地也就是不动产土地呢 本来就是台湾的基本 所以不论是 或者是土地啊 其实对于外国人要来登记都是有很多限制的 所以如果继承的标的里面呢 有不动产的话呢 恐怕呢 就会要受到他 因为他是外国人 而有一些限制 所以原则上 如果不是不动产的话 就跟我们一般的配偶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涉及不动产的话 就会有相关法律的限制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监护的申请 如果并有本人反对的话 家属能够提出申请吗 好 那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法条规定的申请人 本来就不限于本人 本来就是配偶四等亲内的亲属 最近一年 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 检察官 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 他都是可以去做申请人的 所以本人即便不同意 其他的这些人 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法院在调查的时候 我有看了一下法院在审卓的 审卓的那个要素 就是说他要选监护人 第一个他还是要依职权 就是就算我本人不同意 但是法院我会去调查 到底你有没有心智缺陷 或心智障碍的这个情形 如果真的有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还真的是需要被监护的 那如果他调查之后 觉得没有到达这个程度的话 他也有另外一个措施 叫做辅助监护 他有可能认为应该要至少要到辅助的程度 如果都没有的话 他当然就会驳回这个申请人的请求 所以本人其实不同意 其他的人可以去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申请人可以去申请 可是法官不是因为有人申请就一定会准 法官还是要依职权调查 他也会去调查本人的意愿 跟本人之前跟这些申请人 或者是其他人的生活关系 所以本人不同意 别人会去申请 但是法院会依职权调查 到底需不需要监护 好的那么关于上一个外籍配偶在继承上权益的问题 我们在文字区有看到一位朋友在去提出问题是 大陆配偶如果已经取得台湾的身份证的话 还会受到限制吗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大陆配偶如果取得台湾身份证 他其实就变成是台湾国籍的人 如果已经是台湾国籍的人的话 就不是单单只是大陆配偶的问题 他只是来自于大陆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台湾人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应该就不是不是在那个刚刚我们讲的限制的范围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子女可以在父母上健在时就办理抛弃继承吗 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的 但是呢所谓的抛弃继承呢 是法院的实物见解 法院的实物见解是认为 就是说法条没有限制 限制说你可以事先事先做这样子的抛弃 好但是呢 但是 但是呢 但是当然也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可以事先抛弃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被逼或什么的 但是看起来经过实物的讨论之后 还是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你其实只是抛弃你的阴继分 比如说有两个小孩 其中一个小孩抛弃了 好那这个阴继分就会有另外一个小孩继续继 就是将来就会由他来继承 所以是可以抛弃自己的部分 好那欢迎大家再踊跃的提出问题 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再请律师回答 如果说等一下再就是没有朋友再提出问题的话 那这次讲课将会提到一些做结束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在多元社会下许多的当亲家庭跟原生父母亲失联 要如何避免继承负债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明的 这个问题其实发生在过去比较多 就会是确实是一个困扰 那如果在过去的法律规定之下就是 当然就是抛弃继承 因为如果很多负债的话 那就是不要去继承 是会比较安全的 但是其实现在的法条已经是规定原则上 你最大的责任就是在你继承的财产的范围内 这样子的规定 那所以现在理论上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真的真的真的觉得不想要有这样子的情形的困扰的话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再知道继承后三个月内 好办法导致继承 关于刚刚那个台湾身份证的 可以让我再查一下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但是 好没关系 那在律师在确认刚才就是有朋友提问 外籍配偶的权益的同时 那也欢迎大家再提出问题 来 pocco 稍微 我还是 稍微 嗯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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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取得台湾身份证 我们现在在文字区有一位朋友在提出一个问题是 现在有许多的单亲家庭 那么另一方可能都没有抚养子女 子女成年后要负担抚养义务吗 原则上我们的法条确实规定的是 不好意思我找一下法条 我先来先精确找一下 但是原则上如果父母后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生活的时候 确实小孩是属于抚养义务人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确实是需要那个 确实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实务上有这些 有一些法院的判决也都有针对这个部分呢 就是会衡量过去他从来都没有 都没有对他做做抚养的责任 然后认为就是说这个部分应该要减轻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 抚抚养子女 好 1114条 就是说左列亲属抚抚养之义务 第一个顺序就是直系写亲相互接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对小孩 或者是小孩对父母 但是受抚养的人 他不是说我今天退休了就可以要求人家来抚养 他在法律上呢还是有要件 就是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 所以不是任何人一旦老了不工作了 都可以要求小孩在法律上去要抚养他 没有的是至少要有一定的要件 就是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 好那但是呢法条也有规定可以减轻 如果我法条虽然规定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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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那个抚养 但是有其种情况呢可以免除或者是减轻 比如说我我为了抚养他 反而我自己不能过活了 那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所以就不用了 那再来就是减轻的情形 减轻的情形呢就是比如说 可能故意虐待啊重大侮辱啊 最后要求小孩要去抚养他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法院都会有左减的情形啊 大概是这样 好再有一位朋友提的问题是请问没有立遗嘱 但是共同财产制当一方走了 走方的兄弟可以要求分配遗产吗 这个部分就是说 继承的问题不会因为夫妻财产制是约定如何而受到影响 那原则上呢如果是一般一般夫妻财产制 我先我先举例就是说 如果是没有特别约定 然后法定或者是法定财产制的话 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那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也就是说比如说夫妻A跟B 两个人比如说A过世 那这个时候呢A跟B可以去比较从他们结婚到就是A过世的期间呢 到底呢这一段期间呢谁增加的财产比较多 比如说呢是过世的人这个人增加财产比较多 好他增加了2000万 那B的这个人呢他婚后只增加1000万 那这样子就有1000万的差额 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先行使剩余分配请求权 也就是2000减1000 然后剩1000他可以先拿走二分之一 也就是先拿500万 拿完500万之后剩下的都全部是遗产 是遗产的状况之下呢 就还是要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样的顺序去做分配 所以呢不会因为夫妻财产制而完全剥夺其他可能法律规定的继承 那 我在讲讲就是比较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夫妻财产制呢 他他只是说当一方过世的时候夫妻财产制要先结算 结算完之后呢比如说A过世 A跟B的财产先经过夫妻财产制不论是选哪一种 按照法条的规定先去做一次结算 那结算完之后呢剩下的都还是A的遗产 那遗产就还是要由继承人来做分配 好的那么谢谢今天杨律师为我们的介绍以及回答大家的问题 今年度的网络讲座时间跟主题我们会在协会的网站公告 请大家准时参与并将这个网络讲座资讯与其他的朋友家庭分享 下一次的网络讲座也就是5月5月份 我们将在5月23号举行 届时将邀请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张清奇医师为大家主讲 心情压力自我检测 欢迎大家在上线聆听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